好一眨眼,两个月的快乐假期犹如片刻 那么开学第一天,玉里分局有介于学生们的交通以及健康安全 开学的第一天是特别指示分驻派出所的远景道场跟志工妈妈们 共同来护送学生以及指挥现场交通 并在现场来宣导落实防疫的工作 来维护学生上学的以及身体的健康安全 家长们一一将子女送到校门口之后 有警察叔叔姐姐以及志工妈妈护送着学生过马路陪伴到校园内 开学期间细心呵护,甚怕孩子们尚未收心 一不留意容易发生意外事故 另外园景也在现场贴心提醒学生们一定要全程佩戴口罩 进入校园后请用洗手乳以及肥皂洗手 身体如果有感到不适请立即的跟市长说迅速就医才能够减少群聚造成的感染危险 慢慢走啊 一分局长表示为了维护学生上下学的安全 则由各分柱派出所不定时在校园周边巡逻 确保校园安全建构学生安全走廊 嚇阻犯罪发生 记者高双双日正采访报道 才是长得特定的呢 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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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